全唐诗 卷 523 60 伯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 叶伯秦淮进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亭花 全唐诗 卷 523 60 伯秦淮 杜牧 烟笼寒水月笼沙 叶伯秦淮进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亭花 这首诗大致的意思是 迷离月色和青烟笼罩寒水和白沙 夜晚传播在秦淮靠近岸上的酒家 卖唱的歌女不懂什么叫亡国之恨 隔着江水仍在高唱着玉树后亭花 博秦淮载于全唐诗卷 523 六朝古都 金陵的秦淮河两岸 历来是达官贵人享乐游宴的场所 秦淮也逐渐成为奢靡生活的代称 杜牧夜薄于此 眼看灯红酒绿 耳闻音歌艳曲 触景生情 又想到唐朝国事日衰 当权者昏庸荒淫 便感慨半迁 写下了这首《博秦淮》 杜牧前期颇为关心政治 对当时白孔千疮的唐王朝表示忧虑 他看到统治杰团的腐朽昏庸 看到藩镇拥兵自顾 看到编幻的频繁 深感社会危机四伏 唐王朝前景可危 这种优实伤势的思想 促使他写了许多具有现实意义的诗篇 《博秦淮》就是这种思想基础上产生的 杜牧 唐代诗人 自牧之 经兆万年人 宰相杜佑之孙 大和二年 公元828年 近世 受洪文馆教书郎 多年在外地任牧僚 后历任监察御史 黄州 池州 牧州刺史等值 后入思心园外郎 观中书涉人 以济世之才自负 诗文中多指陈时政之作 写景 抒情的小诗多轻力生动 以七言绝句著称 人为之小杜和李商隐合称小李杜 以别于李白杜甫 有樊川文集二十卷传世 全堂诗收齐诗八卷 商女不知亡国恨 隔江游唱后听花